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桃花在东方 尤其农历二月三月深的人 种植盆栽一定能够开好桃花 但是要注意烂桃花哦 老师 那该怎么办呢 选葵真就对了 因为它是七重筛选严格把关 啃完之后就会带来大桃花 老师我需要桃花 这个我先拿走哦 社交运 今年想人员运变好的话 在南方放颜登 尤其是农历五六月深的人 一定能够热情热力热心大大的提升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太阳能量 建议你多吃葵瓜籽 它就成为太阳之子 经过两千六百五十小时的日照 吃了之后会遭到你整年度的人际关系运啊 财运 今年财运的方位是西方 尤其农历八月九月深的人 可以摆设铜器以及金色的葵针 可是葵针又不是金色的啊 一般的瓜子小而薄呈现黑色 葵针葵瓜子大颗薄板 白色的瓜子人属金金金香生 施了当然财源广进 哇 健康运 一千零三 一千零四 一千零五 今年的健康方在北方 十一十二月深的朋友们 你的健康亮红灯楼 建议你在北方放鱼缸 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会教你更简便的方法 它属于坚果类 有意义健康 让我延年益寿 长命百岁 今年的事业运在中央 尤其农历一月跟四月深的人 如果在这位置摆设瓷器跟石头 一定让你官运亨通 如果多吃一点葵针瓜子 它外黑内白金水香生 融入土的气息 一定使你官运亨通 大喝饱满五天家 吃了健康笑哈哈 几包葵针放在家 今年居家风水家 我从现在开始讲了几句葵针啊 十五次 过年讨个吉利 十八一路发 再加三次好不好 今年必备开运圣品 葵针葵瓜子 葵针葵瓜子 祝大家一鸣金人 金鸡独立 今年好亨通 老师老师 那我要在哪里呢 你就蹲在树标这边就可以了